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改造终于完成 包括了国土管理署及国家公园署 9月20号正式挂牌运作 期待国家公园成为台湾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请接牌 恭喜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正式成立 恭喜国家公园署成立 在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郑委员张景森 内政部长刘昌 与多位立法委员等人共同接牌下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与国家公园署分别接牌成立 这项内政部推动多年的组织改造 将原先的营件署改制 国土规划及都市发展等业务移入国土管理署 国家公园管理业务则移入国家公园署 国土署首任署长由原营件署长吴欣修接任 牛昌表示 国土管理署面临全球极端气候变迁等四大挑战 除了秉持专业 精进深化 国土永续外 更不要忘记做好社会沟通 牛昌也期许同仁未来能更大胆 更积极 也更快速 利用工程的手跟脑 以及社会的心推动业务 国土管理署最主要是从营件署来升级跟转型 成立一个新的单位 那当然同样它必须要回应整个国家社会变迁 还有包括我们高龄化 以及整个人民对于居住 以及都市生活环境品质 城乡的均衡发展等等 更高的一个要求 所以责任跟任务也会比过去更为一个艰巨 那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 怎么样去得到一个平衡 这也是未来国土管理署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所以任务工作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辛苦 但是作为整个主管的一个机关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使命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升格成立的国家公元署首任署长 由内政部参事陈茂春出任 亲自出席接牌仪式的行政院副院长曾文燦表示 国家公元署管理9个国家公元及1个自然公元 面积占国家的8.6% 希望国家公元署将台湾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产 做很好的运用 让国家公元系统成为台湾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 台湾其实三分之二都是属于浅山跟高山地形 所以国家公元在里面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 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希望把这个重要的 台湾的自然跟人文的资产能够很好的利用 就像林六昌部长讲的未来这个国家公元系统 绝对是我们可以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来认识台湾 林六昌也期许国家公元署未来能达成多项任务 包括与国际交流及攜手各机关与地方政府 为生态保育富裕增强力量与资源 国家公元署除了国家公元法以及海岸法 还有势力法的一个主管之外 更重要要成为整个社会对于推动保育 还有相关环境以及教育等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平台 另外因应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个趋势的要求 包括晋零摊牌SDGS等等的一个价值理念 还有国际的一个计划的一个要求 我想未来国家公元署也会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角色 也会创造并且提供相关的一个机会 那跟我们的企业还有包括民间的一个社团 更加上跟地方政府还有社区部落 还有更多广大的这些志工伙伴 一起来为台湾的环境 以及国家公园工作的一个发展 来有更多的一个力量 曾担任过阳明山雪霸及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长的 国家公园署署长陈茂春表示 将与他国的国家公园地盟交流 促使从业人员固定的交换学习 让台湾国家公园之美能成为吸引更多国际人士 到访台湾的敲门砖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2023成功新秀舞台 10月19到11月5号将在台湾戏曲中心登场 今年邀集了12团优秀的剧团 14位新秀横跨歌仔客家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并场拼戏 12团优秀剧团 14位新秀横跨歌仔客家金剧玉剧等剧种 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并场拼戏 2023成功新秀舞台 由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系刘美芳教授 担任策展人 广邀各类杰出剧团与甄选团队 吸手演出 呈现不同剧种剧目的多样风貌 展现传统戏曲缤纷多彩的魅力 我们成功新秀舞台 就是为青年演员创造一个同台竞技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给的就是观众们能够看到最精彩的演出 可能同场的演出里面航档会不一样 剧种会不一样 表演文武会不一样 那过去的历来其实都是策展人主动去邀演新秀 但是有很多团队就觉得蛮遗憾的没有机会参与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第一次尝试 用妖眼跟针剑双轨来进行 那果然就调出了从来没有来过的团队 跟新秀们他们表现的都很精彩 所以我们今年觉得这个概念既然还不错 我们就继续执行 因为我们的演出是希望说不同的戏曲的观众 都能够去看到其他剧种的长处 而不说可能我买是堂团的死忠铁粉 但是我今天来也许看到了京剧 也许看到了艺剧 看到了客家戏 我发现其他剧种也有它精彩迷人的地方 那同样的我们京剧的观众 看到我们堂团演出的这么精彩 下次看到堂团卖票我也就进来了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观众的影响力 办理这个成功新秀舞台最重要的重点 其实传艺中心有一连串的培育我们传统戏曲人才的计划 比如说我们从习一生 青年路团的辅导 还有外台戏功底的承办 等等到最后这个成功新秀的舞台 其实都是希望培育年轻的新学人一起进来 将来为我们的传统戏曲界 有更多的接班人的机会 那今年又比较特别 我们原来青年路团辅导的团员 本来是在训练的阶段 也纳入在今年的表演的新秀里面 希望他们更能够借这个机会 以演带训能够发挥 迈入第七届的成功新秀舞台 累积多年演出能量 共有近百位新秀演员站上舞台 今年更首度将传艺中心青年团员入团辅导计划 成员纳入新秀 整合各项人才培育计划 藉由资深艺师传承戏曲功底 淬炼戏曲接班人 为台湾传统戏曲注入新生命 比如说像祝团的青年团员 还有习一生的培训 那当然到年底的时候 还有成功新秀的表演的舞台 其实因为有这一连串的培育计划 让我们每个剧团不同剧种 可是每个剧团大家都可以很用心的 在各自的剧团来培育我们的新生代 那所以呢在近年来 我们就发现各个剧种 我们看到很开心的 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加入 而且也让观众朋友 可以看到更多的心血 来投入各个不同的剧种参与演出 我们发现观众的年龄层有降低 对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是不止我们在培育新秀 青年人的这一块上面 我觉得培养观众也很重要 因为有好的观众 我们培育这些新人 这些新秀 他们才会有日后有观众群 走进剧场来支持他们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剧团 本身现在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培育新演员 优秀的演员 而且也希望可以培养更多 看戏的观众 其实歌仔戏比较 就是歌仔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的行当比较模糊 没有分得这么的细致 所以老师给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 像我前阵子就才刚饰演一个老蛋 就是算超零演出 然后偶尔在剧团的大戏也会饰演一些花旦 就可爱的角色 然后像这一次呢就饰演的是一个很凶猛的女武将 对 钟吴燕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磨练的就是状况底下呢 我相信将来就在跨领域或是遇到各个不同角色困难的时候 我们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出来解决这样 那因为我不是本科生 所以对于一些他们之前在学校 可能念了十几年的功 对我来讲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那练习的过程中虽然有时候会遭受很大挫折 掉泪 其实他都没有讲 其实都偷偷的哭 但是老师就会一直鼓励我们说 当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 你要享受舞台 而不是一直去在意你会在台上会失误 不要去想说你练了那么久 为什么在台上可能会失误 他叫我不要去想这些 就是要我你只要对得起你自己 你有花时间花心力去练习 那到了台上就是尽情展现然后享受舞台 期待这次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吸引到更多不同观众群走进剧场 当然也希望是客载戏客家戏金剧玉剧 各个不同的剧种的观众 可以因为一张票有多种的欣赏的不同剧种 他可以因为这次来看戏 他愿意在跨剧种的欣赏 他愿意走进剧场来做一位好观众 2023成功新秀舞台 从10月19日起至11月5日 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 今年更加入文化币专属优惠 凡是使用文化币购票就能享有八折优惠 希望能突破同温层将传统艺术之美 介绍给更多不同样貌的观众族群 号召年轻观众一起进场青年挺青年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家福福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空间狭小而且不通风 台北家福就邀请公益大使李倩蓉小姐 民权福论社陈慧珍社长以及企业界 一起来抛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暖心福袋 一起来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珍珍家中凌乱不是因为没整理 而是空间狭小摆放不易 加上租屋状况很少购买固定式收纳柜 就会变成成堆衣服小玩具常常无处安放 就是压力很大 然后每天都要重复做这种事情 然后就可能就是很凌乱很杂乱 然后心情也不会很好 然后小孩就会说 妈妈我们的衣服找不到啊 哪里都放不下这样 对 就会觉得很烦躁 然后就是会有点难过 就会觉得怎么都没有 足够良好的环境给小孩子 折衣服和收玩具 折衣服跟收玩具都很喜欢是不是 那你会带两个妹妹一起吗 会 会跟他们一起是不是 就是有系统的那种收纳箱 然后这样一箱一箱的玩具 也可以分门别类 然后让他们想玩的时候就找得到 然后不想玩的话 可以收起来很整齐的放在旁边 那衣服也可以一个一人一个 然后这样看起来可以帮他们 可以自己收拾自己的 然后也不会这样很凌乱 一直倒一直倒也找不到 台北家福中心辅助弱势家庭中 有近八成家庭的房子是租的 且都空间狭小不通风 因此家福看见这些家庭有收纳的需求 邀请工艺大使李倩荣 民权福轮社及企业 抛砖引玉 号召大众捐赠暖性付带 包含折叠收纳箱及生活物资 一起改善孩子的生活环境 真的经过时间巧思设计 还有对的收纳工具之后 原本瘫的乱的很容易滑落的 通通可以有系统的摆放 那我觉得家呢 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避风港嘛 回到家就是可能你一整天工作很忙碌 被老板标骂 或者是今天过得不太顺 回到家就是希望可以放松 享受 relax 而且你视觉上是要很舒服的 不但是要卫生之外 我觉得整体也非常的重要 那尤其如果家里还有幼童的家长们 如果借由收纳 孩子们也可以培养独立自主 而且对自己的物品 有负责任的态度的话 都是非常好的发展 那我觉得像这一次 我也成为租屋主了 那我也明白说 其实你在一个租屋的环境 不可能自己花钱去定制很多家具 因为你可能下次你要搬到哪个地方 那个家具不见得适合 虽然现在有很多活动家具 那像这次我在搬家的时候 我发现房东已经帮我做好衣柜了 可是那个衣柜打开 没有抽屉 那我后来我也去买了一些 就是便利的抽屉 然后就发现说 原来这样子收衣服真的方便许多 那我就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在我们收纳整理的过程当中 真的很好心力 不但你要伤脑筋之外 你要付出很多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还要在抚养优童 或者是还要在工作的上班族 其实是非常的辛劳的 更何况其实这些收纳工具买起来 也是不少的开销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能够号召大家的爱心 我们希望呢 小孩子不要因为家庭的困境 而影响他课业的学习跟生活 所以呢在今年呢 我们跟谢主任谈过之后呢 我们知道家福中心今年要办这一次的 软心福袋物质 还有置物袋给每一户的家庭 我觉得呢 这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我们就马上呢 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呢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很多家庭呢 他的生活会比较舒适一点 也可以让孩子呢 读书的环境比较好一些 所以呢我就找了我有社呢 共同来赞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展现我们福伦的精神呢 能够呢发动 就是能够来帮助这些弱势小孩呢 的家庭呢 能够呢有一个尽一点心力 那其实在LV台湾以及海外 我们公司其实做了很多 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 那今年比较特别一点是 以往我们有跟家庭基金会合作 那今年我们因为疫情过后呢 所以辦了一個台灣員工自己內部的一個公益路跑的活動 那我們也鼓勵員工 據我所知好像截至今天為止 約莫有110位的員工有參與這樣子的一個報名的捐款 那我們也藉由這一次的報名活動的捐款的款項呢 捐贈給到加伏基金會 那也希望說可以藉由這個員工盡心盡力的路跑之外呢 也可以把這個報名費也幫員工們做一個愛心的一個善款的一個服務 台北家府主任謝曉雯表示 家是社會最小的單位卻是最重要的 家影響著人的一生 而有一個舒適的家很重要 盼各界善心人士能夠幫助弱勢家庭改善環境 那這一次我們想要募集的福袋呢 其實一樣是從家庭的需要開始出發 我們發現台北的家庭他們都是租屋而住 租屋的情況其實都是比較空間狹小 可能空氣不是太流通 那所以他們其實在收納上面是有一些議題需要去被克服的 那我們看到這樣的需要 所以希望能夠幫家庭募集收納箱 因為這收納箱對他們講是很重要的 空間小如果沒有好好的收納的工具的話 其實他們的那個空間就不會是太舒適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也希望他們過往都會用紙箱啊 或者是用垃圾袋或者是用紙袋去收集他們的東西 我們覺得這樣其實很容易受潮 所以我們覺得收納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福袋的內容 那因為需要大家一起來募集 那一樣我們今年的福袋一樣是1500塊一份 那裡頭就會含著收納箱還有民生物資 那希望家庭可以在過年就是心理年前可以過一個好年 那我們今年的活動一樣是在12月3號禮拜天 在國父紀念館我們會有一個原油會的形式 那有70塊攤位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福袋有興趣歡迎一起來 如果民眾對於捐贈就是募集那個攤位也是感興趣的話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那天就是我們全部的家庭都會回來跟我們大家一起過一個 有了藝人 企業 民間團體共同支持 台北家夫號召親朋好友響應收集愛蝶幸福福袋目擊活動 一起成為弱勢家庭最堅強的後盾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河經銷商強力查清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河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台北市民政局 舉辦台北市基憂宗教團體民俗委員會 及效型模範聯合表揚大會 市長蔣萬安頒發獎項 感謝這些平日熱心奉獻 默默行盛的團體與個人 台北市單安區民俗委員會怎麼幹 台北市單安區民俗委員會 關懷既視精神 對社會公益弱勢救助 文化涵養方面貢獻良多 獲得台北市民政局頒發獎項表揚 除此之外 還有許多宗教團體民俗委員會 對個人獲得獎項 非常高興今天由蔣萬安市長以及 陳勇德局長親自來頒發 感到最欣慰的就是說 我們大安區民俗會所有的委員 大家非常的熱心 出錢出力 在今天的這個場面 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總共有71位民俗委員得獎 我們大安區就22位得獎 這表示我們大安區民俗委員 所有的委員都非常的熱心 我們也感到非常的榮幸 及驕傲 有例行性的 比方說每年的春節 揮豪愛心監選 我們都跟區公社聯合來舉辦 舉辦的包括這個獎學金 我們大家都出錢出力 頒發獎學金 給我們大安區一些比較用功 讀書的 包括高中大學研究所 我們都有頒發獎學金 以及我們每年也固定三個鄉鎮 去全省各鄉鎮 辦理這個把我們大安區的 富兒號禮 熱善號師 大愛精神 散播到全省各地 我們去年 昨天前天 我們才到了宜蘭的南澳鄉 宜蘭的宜蘭市工所 宜蘭的原山鄉 去把買了一些米 一些這個衛生紙 一些罐頭 一些毯子 一些尿布 捐給當地的弱勢族群 我們地方上 熱心公益的各宗教團體 以及秘書委員會 一直以來扮演安定社會 以及安定人心的重要角色 其實我想在上個星期 我特別在臺灣省神皇廟 也參加了一年一度 中原普渡的祈福祭祢 也藉這個機會希望祈求台北市 一切平安順利 也希望能夠盡快的協助在這一次 發生事故的受災民眾 做好相關的安置 空虛的處理 能夠圓滿 其實再來之前 我也特別看了一下 我們臺北市公廟宗教團體 臺北市公廟宗教團體 的捐贈金額 累積總共有十億八千萬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代表的是我們各個公廟宗教團體 所有的實事人員 還有信眾大德 大家對於台北市的一份愛心 而這份愛心能夠透過每一次 不管是捐贈救護車 消防車 或者是富康巴士 或舉辦講學金的班證 這份愛心 能夠散播到台北市的每一個角落 能夠讓真正需要的民眾 孩子得到這一份愛心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 一舉 台北市的民俗委員會 其實一直以來 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包括每一年春節 到第一線慰問 辛苦執行的警銷人員 還有獎學金 能夠對台北市許多家庭經濟困難 學校即刻幫助的這些孩子 能夠給予他在學校 或是營養午餐上面 無後顧之憂 同時今天我們有四位 孝親採摩 值得注意的是 孝行模範獎 彰顯親情的關懷與孝心 李金龍先生 靜心照料患有中風 失智且不良於心的母親 與雲瑞同學 則是不用媽媽講 自己主動陪伴外公外婆工作 且打理生活瑣事 媽媽開玩笑說 比自己還有孝心 主要是他自己 自己蠻會想的 對 都不用我怎麼跟他講 他自己 他自己覺得說這樣做是對的 他就會去做 我爸因為他在做資源回收嘛 所以他下課 他第一時間就是會先幫忙做 做那個資源回收 然後我媽媽他的腳不太方便嘛 然後只要有就是出去買個東西 他就是會主動去倉扶他這樣子 我覺得他比我還優秀 因為我覺得他比我還孝順 對 余同學 為了要減輕爸爸媽媽工作上面的 壓力和負擔 而且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時間 陪伴外公外婆 他搬去和外公外婆 保住 照顧外公外婆的生活 所以這份孝心令人感動 為了向這些團體及個人表達感謝 市長蔣萬安與民政局長陳永德 也親自頒獎 希望透過公開表揚 讓獲獎人把心中的力量 繼續發揚光大 也感染社會氛圍 值得大眾學習其精神 記者問郡 張啟騰 台北報導 大家好 開學了護眼護照檢查做了嗎 台北市衛生局 呼籲家有國小學童的家長趁開學之際 帶孩子來預約專業視力檢查 可以掌握孩子暑假後的視力狀況 以及遠視的儲備量 還能參加抽獎哦 根據衛福部國健署研究指出 幼兒園大班生小一 小一生小二 以及小六生七年級的暑假 是孩子發生近視的三大高峰 規律試減以及正確用眼 是兒童視力保健的違二法則 而遠視儲備量也就是遠視度數 是對抗近視的重要指標 建議國小低年級應有100度的遠視度數 而中高年級則至少應有50度以上的遠視度數 才能有效對抗近視的威脅 從出生開始大部分的嬰兒是遠視 那在漸漸的成長跟發育之後 眼球變長變大就會形成正視眼 如果是太早發生近視的話 造成高度近視的危險性就大增 因此我們會希望在低年級的小朋友 他有維持在100度的遠視 那中高年級的小朋友 可以有50度的遠視 這就是所謂的遠視儲備量 如此才有辦法對抗近視的威脅 那最近在開學前有小朋友 就回來開學前的檢查 那這是一個小水 9歲的小朋友 他4月的時候 他的度數是平均是200度 到了8月中以後 他8月十幾號來開學前的檢查 發現到說他的平均全面當量是250度 所以在這個4個月當中 他就增加了50度 那這樣子看起來 平均一年可能會增加150度 因此他到了小學畢業之後 會有到700度高度近視的危險 根據衛生局111年分析 學童用眼行為資料發現 近距離用眼及戶外活動少 是國小學童近視的關鍵原因 呼籲家長與小朋友 謹記護眼密碼853240 發展出磅波3240 可是其中裡面呢 有兩個是最重要的 一個就是近視近視 就是看得太近了 如果我們看近的時候 少於30、35公分呢 會有四成非能近視的可能 那如果戶外的時間不夠呢 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會增加三成的這個近視的機會 因此呢我們在探討了一七一萬九千四百三十九名 二年級學生追蹤兩年之後 我們發現了這樣的數據 所以呢我們第一個 是要幫忙孩子不要看得太近 那之所以會東倒西歪 然後那個就是看得太近呢 很有可能是他的核心肌群訓練不夠 因此我們發展出愛演的元氣操 以及抗力球的運動 就能夠讓孩子的這個 腰腹的力量能夠增強 第二個最主要原因就是戶外的時間不夠 那我們發現說 他只要在戶外多一個小時 就會減少2%近視的這個機會 真的很重要對不對 而且呢我們到戶外 他呢爸爸能夠減肥 媽媽能夠補蓋 孩子還能夠長高以及護眼 是不是全家都很好的一個活動呢 為鼓勵家長及孩子 善用護眼護照檢查 自主管理視力健康 衛生局特別辦理愛的鼓勵 一起來護眼護照檢查抽獎活動 涉及或就讀台北市國小學童 即日起持護眼護照或護眼卡 至165家合約醫療院所 完成專業視力檢查 均可獲得抽獎機會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2023台北市中山堂廣場音樂節 即將在9月15到17後登場 三天的活動分別以 拉丁之夜、流行之夜、搖板之夜為主題 邀請民眾體驗古蹟廣場獨特的音樂狂潮 享受豐富的戶外音樂饗宴 connects耳朵 及金曲歌後 五四愛、高抗動人的賞音 融合爵士音樂 展現迷人的魅力 2023台北市中山堂廣場音樂節 將再次把Life House搬到戸外舞台 並以拉丁之夜、流行之夜、搖擺之夜為主題 邀請金曲歌後 舞思爱 台湾鼓王黄瑞峰等众多乐团及歌手 现场热情演出 让民众跟着音乐一起摇摆 9月15号的话是拉丁音乐风格 9月16号的话是流行音乐 9月17号的话是爵士音乐 每个晚上我们都会有三个小时不间断的演出 然后会有三个非常优质的乐团来单纲表演 那我们这次的演出呢 也会搭配由不同的乐团会搭配不同的歌手 来做一个一加一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的表演 那希望说能够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音乐的效益 9月16号的压轴的演出呢 是邀请到舞思爱以及这个Diva的女子乐团来做一个表演 那舞思爱呢是非常优质的一个歌手 那他也会带来很多好听的迪士尼的歌曲 以及非常好听的爵士的歌曲 那在9月17号的部分的话 则是由台北爵士大乐队 以及台湾鼓王黄瑞峰老师来做一个合演 那黄老师的话呢 我们会有这个非常精湛的这个爵士鼓的表演 那另外呢也会带来老师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品 就是这个Vancento这首曲子 那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爵士乐的重新的演绎 那这三天的演出呢都是非常的可以是非常亲近观众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形态 所以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立临来欣赏我们的表演 有87年历史的中山堂是台北市西区的艺文地标 因此广场音乐会结合中山堂历史建物的场域规划演出 希望让民众感受古迹与艺文之美 其实中山堂是一个历史建物 那同时也在中山堂这个场域当中 其实发生过很多跟音乐有关系的一个事件 比如说民歌的开始就是从中山堂开始的 所以我们这次在跟黄瑞峰老师合作的这个桥段里面 我们会安排一些民歌的乐曲的演唱 那一样我们会以民歌的旋律 然后做一些爵士乐的重新包装 那希望可以给市民朋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音乐感受 2023台北市中山堂广场音乐节 将于9月15号到17号晚上6点到9点30分盛达登场 邀请民众体验古迹广场独特的音乐狂潮 享受丰富户外的音乐饗宴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对于中毒这样的紧急事件 依照目前的免疫检查法 需要4到6小时的时间来确认毒物的种类 医生们就会担心炎雾黄金抢救时间 长庚医院就联手了青大台大及马街医院 共同打造出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 预计3到4年后问世 可以协助医生挽救更多宝贵的声明 这是光谷仪的主机 那这是我们的载胎 那这边有我们已经制备好的材料 以及上面有不同的样品 那我这边先demo一下 假设今天是第一个病人检体过来 那我们就会在这边对他进行对焦 对焦好之后连线到软体 直接进行测试 这里看到就可以看到说这是第一种光谷图 在检测人员操作下 没多久就辨识出荣耀巴拉艺 这是由林口长庚、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及台北马街联手打造的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 从临床需求出发 结合最新分析化学与奈米科技 开发出新式拉曼光谱检测平台 仅需要少量检体 30分钟内就可以得到结果 就像电影不可能任务里 阿汤哥的红魔辨识技术 因此又被开发团队昵称阿汤哥 拉曼光谱仪它的检测灵敏度比较差 那它的讯号是比较微弱的 那我们再次开发的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 特别是在检测试子的这个晶片上面 那我们设计的全新的制程 开发这个非常高灵敏的这个奈米结构 来放大这些带测物的讯号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极低的浓度情况之下 进行光谱的量测 那而且我们不需要因为不同的带测物而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 也不需要有这些专一性的抗体修饰 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免标剂的检测 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绿子上面 设计了奈米金属结构 那这些奈米金属结构的表面电厂呢 就会放大这些带测物的拉曼讯号 那我们最好的情况之下 可以放大讯号到达一兆倍 参与研发的林口长庚医院 临床读物中心主任严重还表示 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 比传统的检测法速度快上八倍 对于临床中毒患者治疗上有极大的帮助 如果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诊断 可以确定诊断 我们就可以开始治疗 像巴拉医的话我们想说 我们要尽快如果知道说他巴拉医中毒 然后我们就想说要赶快使用高剂量免疫制剂 还有高剂量的一些类固存 这样就可以 这样我们巴拉医我们说说 黄金抢救时间最好可以越快越好 最好可以在四个小时以内 那自己说陶石送话也是这样 要越快好 如果我们可以在半个小时就确定诊断 给上我们解毒剂 我相信就可以改善病人的一些存活力 除了辨识速度快 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可辨识的范围也相当广泛 不仅有助于医疗 对于食品安全及司法科技也能产生影响 像新北幼儿园胃药出现的检验争议 渴望不再发生 如果说我们在急诊 遇到一些毒品的滥用的案例 因为我们知道说法务部 它那个毒品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四 很多种毒品 然后又那么多种 然后有一些又是新兴毒品 像卡西桶 那是我们传统都没办法检验 那如果说未来的话 有这种机器 我们遇到一个毒品药物滥用 那医生也不晓得是哪种毒品 就可以用这个拉曼的光谱 那个平台来知道说 到底是哪种毒品 然后医生就可以知道 跟半个小时就知道 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 这项突破性研究成果 已经在今年7月发表在知名国际期刊 备受国际肯定 研发团队期盼 能在三至四年内正式问世 让嗜毒阿汤哥 帮医师挽救更多生命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中秋节快到了 各家的月饼礼盒 起初抢双机 喜汉儿基金会这一次用传统的月饼工艺 搭配羊枝甘露 墨茶Q芯 纹山茶等创新口味 并邀请艺人林心如来代言推荐 喜汉儿基金会推出的中秋月饼礼盒 选自吉米样本 忘记清一下中的经典场景 作为外包装 让购买民众随着画面去旅行 同时邀请艺人林心如代言 发挥自身影响力 判民众中秋认购喜汉儿礼盒 同时做公益 有乌豆沙蛋黄 看个新闻姐姐给她介绍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 乌豆沙跟甜蛋黄 很赞很赞很赞 来来来 那第二款呢 羊汁甘露月饼 羊汁甘露里面是 大家现在夏天最受欢迎的口味 里面有什么 奶油鸡 羊鸡 盐奶对不对 另外呢是很多人都最喜欢的了 巧克力 坚果 一定有巧克力跟坚果 焦糖 还有焦糖 而且呢它工事饼皮 就是纯纯的巧克力了对不对 好 那下一个呢 抹茶Q心粘子 里面有抹茶跟Q 蚝吉 好 那下一个 最后一个是 三茶月饼 因为吃起来有茶的香味 那我们基金会呢 从28年前成立 但是我们月饼已经卖了27年了 所以呢 我们有很成熟的这个制作技巧 而且呢 在这么多的工艺品牌里面 就是我们喜寒盒 真正有三家 两万 ISO 两万二的 烘焙庇护物工厂 还有一家 ISO 两万二的冷冻 庇护物工厂 是为我们 让我们的 总共呢 我们在这边就业的 憨额有三百多个憨额 那他们每年的五千多万的薪水 其实都是从社会大众购买的商品 去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些收入 所以非常谢谢 然后我们也很用心 不管在我们的品项 画面 盒款 我们一直都很用心 我们今年的品项呢 就是也都兼顾到年轻人的口味 譬如说有文山茶啦 有这个抹茶Q心啦 那当然也有传统的广式月饼啦 还有蛋黄酥 凤梨酥都有 还有羊汁甘露老师 羊汁甘露现在好红喔 对对羊汁甘露也有 对对 所以呢 真的 我们这个用心就是建国的大家 然后我们的画面呢 我们已经二十年前就开始跟吉米有合作了 那近七年来 每一年的中秋月饼 都是由吉米来提供 他一本 绘本里面的一些主题 一些画面 来当我们的盒面 那今年我们是用 忘记清一下这一本绘本 那里面呢就是有这个 有一个孩子 然后他就是坐火车去旅行 他就想到一些他忘记了的事 那我们这个画面呢就让我们选了一个主题叫做跟着心去旅行 那刚好我们今年的爱心大师就是我们的心如小姐 跟着她走就没错了 谢谢 谢谢 然后我们的这个盒管呢 其实也是要符合环保嘛 所以我们盒管又要漂亮又要符合环保 所以我们今年有双城盒 其实大家可以拿回去收藏的 可以放一些小饰品 这个叫做心占典藏 然后另外一款叫做缤纷旅途 它是旅行箱式的 所以大家呢也都可以带着回去 所以呢今年呢 不管个人送礼啦 企业采购啦 还是说你愿意把这个饼买支持汉儿以外 另外再送给烹箱的孩子 或者弱势家庭 我们都有提供可以让大家很好的选择 应该是六年多前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然后我买了喜汉儿烘焙的这个笔竿 当成他的这叫什么 迷月礼 对 突然忘记怎么讲 对当成的迷月礼送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 在女儿的出生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一份幸福 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希望她到这个世界上 来的这个开始的时候 就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一直在关注有关于工艺的这件事情 然后对于喜汉儿这个烘焙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每次经过那条 光复南路那边有一个烘焙房 我每次经过的时候 名声店 是名声吗 就是在光复店 光复店 对 然后经过的时候我就会去买一些 面包啊 饼干啊 甚至在路上 常常在 应该是中校东路基隆路口 都会有一些汉儿在那边卖饼干 对 可是看来都会买 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只是举手之劳做工艺 可是对他们来说 就是对他们努力 他们的肯定 传统月饼工艺搭上创新口味 羊汁甘露 抹茶Q芯 文山茶等新口味 让喜汉儿们大展身手 搭配漂亮具收藏的外盒 要在中秋节将用心制作礼品 与美食的心意传递给大家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谢国良指出 9月28号起将在台铁二楼设置展示区 未来会在全市广设充电柜 2 1 中华E-MOVING电动机车 中山二路开设旗下电动车门市 20号正式剪彩 市长谢国良亲自出席 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先这样的 卡住了 谢国良亲自拿起600瓦家用充电枪 示范如何在家充电 与其他厂牌不同的是 中华电动机车不需要更换电池 而在家或者外面都可以轻松充电 再加112点就可以充电 那他是这样充电枪的 季光阳电动机车在东兴路开设 电动机车门市 中华电动机车也插其基隆 除了看准电动机车未来的市占率 也认同市长谢国良 新年电动机车的政策 我们基隆大概一年就是领这个油车 大概就是一万两千台的大概这个数据 在每年大概都是这样的量 那透过那个市长的这个专案 可以帮助就是这些青年朋友 他们家里可能有一些长辈 有一些老旧的机车 他们在选择自己的下一台机车的时候 就可以把长辈亲友这些老车 油车会增加废弃的这些东西 他就可以借着这次的政策拿出来淘汰 然后换购一个这种没有污染的电动机车 然后对于这个整个城市的那个机车的形象 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光阳和中华两间电动机车业者正式开幕 市长谢国良说 9月28号之后将在台铁二楼设置展示区 相关的车款和资讯都可以提供民众咨询 我们会打造一个青年免费公益电动机车的一个展示区域 到时候两个厂牌都会共同加入 那我们也会沿用基隆少女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漫的元素 来这个凸显我们目前的一个计划 那很多青年朋友到那边 我们在固定的时间 固定时间到时候再宣布 也会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出来解说 跟大家说明这个方案 未来一些大家要申请的种种的这些流程 那总之希望让整个这个查询 申请身份验证查的最后领车等等 都能够带给大家便利跟舒适 市长推动这个政策 对我们基隆市民是真的很有感 也很有爱 因为我们年轻人真的现在的景气不是很好 那要买一台电动车真的有它的困难度 那市长提取我们民众的就是说交通方面的不便 所以它推动这个政策 我个人觉得值得鼓励 而且也很认同 也希望因为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山丘的地段 对几乎对机车对我们基隆人来讲相当的等于是必需比 所以说一个家庭几乎都有两三台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好 依据市府规划预计明年每个月都能顺利交出一千辆的电动机车 目前正积极扩建充电站和充电柜 希望充电设备能够普及 让电动机车族群上路更方便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超谋又疗愈的3D胖橘猫弱角基隆 由智威集团在基隆救火车站顶楼 打造全台最大陆式3D弧形荧幕 昨晚正式启动 在基隆救火车站上面的这个裸式3D弧形荧幕 正式在基隆登场 吸引许多民众围观拍摄打卡目不转睛 就还蛮特别的 对 谢谢 就是原本是说在日本的那个 东京的那个街头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画面 那现在这个东西好像也是原汁原味搬到基隆来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就有一种就是不用跑到日本去 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很新奇的画面 所以就是喜欢帽的朋友应该会蛮喜欢的 对 谢谢林部长还有我们的欧阳董长 在台湾的最北端可以打造一个这么漂亮的LED 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待在媒体 对这样的LED是非常非常困难做的 以前我们每一次都要看 在东京新宿的跨年的时候 他做的LED的特效是什么 现在在基隆就可以看到了 记者会正式启动全台湾最大的裸式3D曲面荧幕墙 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副市长 内政部长 智威集团董事长之外 还有基隆市交通处处长王增宏 民政处处长张天祥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郭美秀秦真 以及友达董事长熊师旅游的长官 都到现场来见证历史时刻 哦 开始不一样了 好 那么也请部长 帮我们手压到这个启动按钮 可爱的外星生物胖橘猫 将正式的长期居住在我们基隆 成为大家的后宿币 你帮他取什么名字 我想要帮他取吉古兰 为什么 因为这是基隆的一个特殊的叫法 然后他又是黄色的 就很符合 对 哦 不错哦 对啊 因为他现在叫胖橘猫 你觉得取名叫吉古兰很不错 那部长觉得 我觉得还蛮适切的 这个圆圆胖胖的 而且颜色也很像 所以如果有这个选项的话 我也投他一票 吉古兰 哎 不错 不错 而且又有基隆在地的这个意象 对 跟我们美食又结合在一起 对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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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讲说叫吉古兰 哎 这个好啊 这个名字也好 对啊 这个也很像 然后那是基隆美食 对 我没想到这个 对啊 然后再加 然后再加 那颜色一模一样 列入选项 选项 我非常开心 我很感动 我们延续了林部长的政绩 谢谢 我们让基隆这个地方 可以变得更美好 我常说 政策是延续性的 一棒接一棒 我们要让林部长放心 我会努力把这个地方打造的 如您所在的时候 一样的要求 大家都在基隆 大家都在台湾的最北端 我们都希望基隆可以更好 确实基隆要亮起来 要变更好 需要所有人共同来努力 包括地方跟中央 政府跟民间共同来推动 看见行动 就看得见基隆的愿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隆八斗高中后山 近年来出现了艳色虎卫 天鹅 绿头鸭等情类 悠游其中 湖光山色之美 让人心困神疑 一起来一探秘境 跟着校长穿越篮球场 来到校园后山 湖光山色映入眼帘 鸭子热情的打招呼 知道有食物可以吃了 黑天鹅与绿头鸭悠游湖中 这专属校园的秘境 最近才被制造出来 要是要谢谢我们地主 地主是我们北都冷冻的老板 他特别派人来整理这个地方 把这个环境整理得非常漂亮 而且随时在维持 然后他也常常会来 关心他们 为这些饰料 这些饰料也都是我们老板 特别提供的 那这个是我们八斗高中 独有的独享的秘境 水会很深吗 校长说不会 地主运用被台风吹落的铁皮屋 当湖底 加上沙包固定后再放水 这专属校园的天鹅湖秘境 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 师生可以探索天鹅湖的生态系统 观察并学习各种生物的习性和栖息地 进而了解生物多样性 与尊重自然生命 共同依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中段入就业中心前的 公车站牌后车停使用率高 将近百公尺的人行道不仅狭载 铺面更是多处损毁破洞凹不平 连议长童子温也被绊倒 诗员许瑞茨就邀请议长一起会堪 要求改善 来到中正路后车停 一旁人行道老旧 磁砖破损不堪 要走路都很困难 太多了 而且太窄 也不好走 不只人行道宽度不到一米 走在上面满满树根和坑洞 让民众宁愿走在车道上相当危险 可是这样的一个后车停呢 不管是公车处这边所负责的公车停的一个高低落差问题 甚至是人行道公务处负责的 人行道的一个路面不平的问题 然后旁边还有影响到路数 路数生长后 然后导致它路面不平的问题 有三个界面问题的落差 导致民众在这里后车实施相当的危险 四议员学池接获民众反映 就业中心公车后车停 人行道破破烂烂 早就不堪使用 人行道与路面高低差 具有25公分 议员学池协同议长通知委 邀及公共处等单位到现场会刊 过程中议长通知委 也被突起的地砖半岛 路实在太糟糕了 更何况如果是下雨天 你还拿着散 拿着包包 拿着书包 或是拿着菜篮 或是老人家拿拐杖 这要怎么走 因为的确这个部分 配合人行道的空间 不合理 我们有改善的空间 那我们就来做 经过现场会刊 市政府督发处 将把盘坑错节影响弦的路数移走 公务处会重新铺设人行道 公车处将把后车停 和人行道的高低差平整 市长谢国良表示 全市有很多的人行道不理想 未来会继续改善 记者黄烧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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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